马上买我们三个都买一台 一轮买一台 可不可以 9万9 9万9你买 够了够了 没给钱 讲那么多就好了 小六可以不回来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更新了 这一期呢 六哥是在享受这个地中海的阳光啊 正在葡萄牙试驾一个 集团的很多车型 他会带来很多的视频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这一次呢 也请来了这个我们熟悉的嘉宾 我是老齐 董音帝 董音帝 老齐 然后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 你先讲一下 人家借我们车要给人家提嘴啊 是啊 对啊 你先介绍完人 再介绍车嘛 对不起 然后我们现在坐在一辆 这个还没有公布的一个车型里面 还有保密协议的 然后大家现在能看到这些部分 已经是我们刀尖填血 为大家争取来的了 然后这辆车呢 是冰果plus 对对吧 50冰果plus 然后可以看到我俩这个体重 然后包括锅很靠前坐的 对 整个车的空间我们就 不多说了 大家自己看就好了 然后保密协议保密协议1000万1000万 好不好 注意一下 然后 然后未来大家也会关注到这个车啊 持续关注鞋师家或者关注老谢 就可以看到这个车的更多的一个详细内容 好吧 然后咱们来到今天的 够了够了 没给钱 你讲那么多就好了 然后这个新闻啊 这周的新闻其实特别特别多 扎堆上市 嗯 就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上市的 不管车体还是说公安公司 还是说活动公司这些小伙伴们都顶着很大的压力 嗯 因为现在是一个 就是在比亚迪掀了桌子之后 大家整个的车市的价格可以说是一个往下走冰点 已经 你们看过乌鸦哥那个梗的吗 怎么了 就是那个有人把那个 古惑仔 然后就那个掀桌子 那个哇靠超经典的 对 然后就是咱们先说几个已经上市了吧 嗯 然后这个银河一巴 嗯 银河一巴是最顶配是22万8800 嗯 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22万是有点偏高了 对 因为他刚好跟007又开始重叠到了嘛 当然两个车的尺寸不太一样了 嗯 但是我们刚刚两个也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到底现在消费者对这个敏感有多敏感呢 这种尺寸的感觉有多敏感 空间尺寸 嗯 那我个人是觉得还是会有点差别 因为毕竟你有些人他可能还是需要后座嘛 嗯 对不对 那那可能就他会去考虑一巴 但是说真的用料质感来说那007还是比较好一点 嗯 但还是那句话 有多少人感受到这个质感呢 又是个问号啊 所以我觉得一巴二十二十二万是有点偏高了 嗯 嗯 今天其实正好我看到了这两辆车都呃怎么说呢都跟他们发生了一些关系 首先我看到了一个没有那个灯的那个007啊 哎那个还真的好看 看那有灯的真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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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真的真的哦我说天哪怎么这个 这个设计是不知道怎么想这我这个好丑 但我确实也是看到那个没有灯那个好看很多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灯有灯那个真的哦我的妈呀我不知道想什么啊 没有灯的反而有点未来的啊 对对对有的那好奇怪哦对啊嗯 那因为那个灯做的我是感觉他可能不够细腻哦 他的颗粒度太粗了 如果他能再做的细点或者再怎么 我不知道反正我也觉得是没有灯的好看 就就说一样是登场好了高和他是一样粗 但他的机甲风搭配起来刚刚好 但是你就觉得那个007那个外外观比较细致 但是你觉得他那个灯就完全就是反正我觉得是败笔哦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 没有灯那个确实好看 有一作一对 然后另外一个跟一巴发生什么关系呢 我就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商场里正好有一个一巴的店 门口罗雀一个人没有一共两个销售一个在门口那个桌上这样这样坐着 然后另外一个在一巴的副驾驶里睡觉 就是我觉得这车不是挺好看的吗 而且对吧大屏幕大连屏也都挺帅的 为什么这车关注度就感觉在网络上的声量一直就没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是他营销做的不够好 还不如之前银河的几台车 对啊对啊 有一所以会不会是就是你要坐到这么大台 然后你又说自己是什么帕拉美亚尺寸 但其实这个价位带的人他没有这么对这个车没那么敏感 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有可能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觉得一巴的这个顶配二十二万八千八的这个价格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个人是觉得他肯定是给自己留了降价的空间 那可能因为还有4S店的这些有可能 等小米公布价格 小米这等我们再聊 下一辆也是跟小米有关系的 又来 全新的极客001上市了 一共是4款车型 26万9 26万9 29万9 32万9 一共是4款 然后基本上电池都是95和100的 对吧 然后这一次的升级呢 其实也挺 怎么说呢 就是外表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大升级 但是实际上它内部变了很多 比如说加了这个激光雷达 然后包括它的8295的芯片 然后包括它变成了双枪的这个空旋 空旋 对所以说它整体的 因为之前的001啊 开起来就非常非常好 它底盘的质感 它的隔音 它座椅的那种质感完全无敌 而且有一个是我个人特别看重的升级 就是它的放盘变成了实体按键 因为之前那个触控的太难用了 对对对 作为领和车主 你也知道这个 这是真心说的 对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001 我觉得竞争力就变得更强了 其实吉利 吉利系的底盘 一直是我觉得 我们这些国产制服品牌里面 前级优秀的 甚至我可以说是前两名都没问题 但是001之前最大问题就是 它没有跟上自驾这件事 它现在把这个激光雷达放上去 但是硬件到位了 到底它软件有没有到位了 不知道 因为目前好像也没听说 他们什么开放什么城市NCA 你包括你看像华为 它都已经 城市NCA 小鹏什么都已经出来 所以你说 当然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就是这样子 我可以不用 但你不能没有 对不对 那我买了这个车 我不用是我的事 但你一定要配给我 那到底现在 它这些软件 能追上的速度 有多快 那目前我是不知道了 这是我对001的一个 就比较疑惑的地方 但你说真的 你看那个外形 因为001 我是全球第三个试驾道 它那个外形 我真的觉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车 太低了 嗯 真好看 好看 真好看 至少比007好看 我整个 就是让我这种感觉 哇 001 这个车一出来 我觉得真好看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 极客最大的问题 让我觉得 它的自驾这方面 一直都没有 没怎么发力 对啊 因为全中国 其实我觉得2024年 是一个自驾的决胜 就大家开始推自驾 那就要看极客 它这方面能不能追得上来 这个是我的感觉 要么你就干脆跟华为 要么也合作一下 对吧 但是我估计 他们这么大集团 也是比较 有这个 你知道他们现在自驾 那个领导 好像就是从华为过 是吗 我听他们说 好像是这样 我不敢决定 这个 反正 你说有没有 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说 其实它的技术备都有 但是现在受限于法规 因为国家是明确规定 L2和L3的区别的 L3是需要你车体 承担责任的 L2是车体 完全不用承担责任 只是你用户去用 用完了 你如果出了事 你全是驾驶员的责任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他真的有 技术储备的话 媒体会不知道 他一定会说 我有啊 你现在试试看 对不对 都一定是这样 所有的传播都是这样 像小鹏 他之前可能 法官还没有开始 但他已经叫 所有的媒体试驾 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对吧 是一种心态 是 那是那种 怎么说呢 或者你说是新势力也好 或者说严重点 是不负责任的车系也好 他可以那么做 但是你知道 也不到不负责任 在燃油车时代 沃尔沃的辅助驾驶 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沃尔沃很少宣传 这个卖点 就是他当时就可以做到 我跟着车走 在线内居中 等等一气 就几乎十年前左右吧 就沃尔沃那套 City Safety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很少宣传 因为他觉得那个 其实并不能百分之百的 对对对 这我能理解 但问题来了 现在全中国市场 就是在讲自驾 这个已经是一个 营销重点了 就是说当然我以前 大家不是把重点 放在自驾上面 那你不营销他 当然OK 但不一样 2024年全部人 华为在讲自驾 小鹏在讲自驾 未来在讲自驾 那你跟他们一样 都是在做新能源车的 你能不讲自驾吗 所以我是觉得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就是我觉得应该 极客是还没有准备好 还有我觉得 比亚迪自驾也确实 这一块确实 那这个有意 但是我觉得比亚迪 他至少对外 开始在放风声说 我们开始了 我们准备好了 那当然这是我得到 一些比较侧面 资讯官方都没有讲 那确实 我觉得极客跟比亚迪 在自驾这一块 我觉得他们要赶快追上来 真的 甚至你可能发布一些 新闻让媒体去试驾 人家还知道 你到底好不好吗 你现在完全没有 媒体试驾 说到底你自驾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比亚迪 有意所应 我觉得比亚迪 现在可能 他只要价格赞 就是这个世界上 那天我看到一个什么 非凡R7 卖二十几万 垃圾 非凡R7 卖十七万 赞 对 就是价格的问题 现在都是要 基于这个价格来考量 所以说 说到这一点 就这个车上市之后 我相信全国最难受的 一个人 应该就是军哥了 军哥 压力很大 军哥 外面全是基 最近那个段子好多 把笑死 对 所以说小米就很难了 我觉得说实在的 我刚才我们思想也聊 我个人对于 R7 我是不是特别的看好 因为首先 它太晚了 太慢了 然后它也 也掉足了胃口 就是它掉胃口的节奏 太慢了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设计 我觉得作为第一辆车来说 是不及格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 米粉 设计我倒觉得 我老实讲 我觉得它的设计 它车头 很多人都说 像什么 Taken 我倒觉得 我觉得很像以前 马自台的车 Cosmo 你们知道 就以前第一台 那个转直引擎的 那个马自 我觉得有点像 但是 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 它拖太长之外 它一直不讲价格 那 现在小米 为什么小米出名 就是它当年卖 1999 把所有的手机打下来 那它能不能在汽车 又实现这件事呢 因为至少我觉得 雷总现在讲的话 好像并没有 他想做这个 不像说 9万9交个朋友 没有嘛 他还是说 我们应该不会卖那么便宜 那所以大家就会 很疑惑嘛 但是你看 现在大家都已经 排兵潜将 所有的价格定好了 那你外面都是 不要说外面都是吉利 外面都是各大车 已经在standby 给它的空间很小 对 我们都准备好了 来 我就看雷军怎么出招了 那所以就要看雷总 他再来怎么去发力了 会不会真的像我讲的 开玩笑啦 9万9交个朋友 我杀了 我只是那天不是 还有什么 什么送北京牌 我都不知道这个到底 怎么可能 你也知道是不可能 送你这个牌的话 我可以卖 卖风了 应该有人卖 那真的卖风了 这不可能嘛 你想你知道 不太可能嘛 这个事情 所以 当然最近这个段子 是很多啦 但是我还是觉得雷总 这一步 算是 有点慢 然后我们再扯到 另外一个事情 苹果 我们讲一下苹果这个吧 你看苹果 他已经都说 放弃 他放弃了 不造车了 2000个人全部转到 AI的人工智能上面 对 我觉得他可能未来 大家都会 这个发力在人工智能 包括我们中国 也其实也会在 人工智能部分 做很多的发力 所以说汽车这个东西 我觉得未来会不会 像我们想很多科技 跳下来 我觉得也不一定 雷总也是算 做第一个四螃蟹的人 那看他未来怎么发展 就看他定价了 其实现在说白了 你的一切的设计也好 或者说什么也好 都要基于这个定价 对吧 还是像上次说 那个段子 如果是99000 那真的是雷神 雷神雷神雷神 真的他那个外型 卖99000 我都买一台 马上买 我们三个都买一台 一人买一台 可不可以99000 99000你买 99000马上买 所以说这个 还是赶紧的吧 别憋着了 据说三月 三月底 三月28 不是说三月28 要公布了吗 财铁 顶多是公布预售价 不可能直接上市吧 而且你看哦 华为 我们讲华为就好了 它价格都是 炸裂性的 M7 29万8 送智能驾驶 还是28万9 我忘记了 我听到那价格 我都懵了 我不要说我懵了 我觉得理想 他们肯定内部人 听到这价格也都懵了 对啊 这太恐怖了嘛 那你说雷总现在 你 因为他现在没有 让大家觉得说 你哪一个点 是特别突出的 就是你比如说 智能驾驶 就像华为 他说我智能驾驶 特别突出 对不对 大家笑我 外型怎么样 但我就是智能驾驶牛 我智能坐上牛 但是雷总给我们感觉 就好像现在 他的车好像没有什么 让我们觉得特别 特别的 所以就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加快了 期待了啊 看来月底 不一定他出大招 有没有 99000交过朋友 就像我们讲 对啊 一人买一台 讲好 99000一人买一台 必须买 99000必买 必买 然后刚才说到苹果 那个放弃造车 但是这个 iCar还是有 iCar 对对 奇瑞的iCar03 也是上市 他的口号很好笑 是我苹果放弃的 我们来 对对对对 挺好笑的 挺好笑的 然后他这个车呢 其实打了一个 叫什么 这个落差 心理落差 他一开始跟人说的是 特别贵 我记得 他一开始说 预售价是要到19万 还是要18万啊 什么的 大家觉得 这么大 这么点个车 这么贵 然后但其实他的 上市真正上市之后的价格 是10.98万到16.98万 然后是降了一点的 然后你们觉得这车好看吗 号称是方盒子硬派越野 我觉得这个有点误导消费者了 你觉得这车能去越野吗 它是个四驱没毛病 我觉得算是一个加强版的越野 就50的越野 算是一个那个吧 然后打一个这个硬派风格的外形 但是你说这个能去越野吗 我打一个多少 但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说买这种越野车外形的人 有多少人去越野 就当然 我营销口号是适合远方嘛 但是你真的会去远方吗 不一定嘛 这个我觉得就是营销口号 就怕有那个 又有人真的去玩沙漠嘛 对 是吧 玩的 玩的 对啊 当然我觉得营销口号是营销口号啦 但这个车 我看网络上有人说什么 长什么像小卫视 我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不像的 但我是觉得这个车 设计的还是 以奇瑞的设计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就是奇瑞这么多台车 我觉得这台车算是 比较突出的 风盒子不够用啦 然后 别再造风盒了啦 求救啦 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车 他说他全铝车身 我看他那个网上报道 其实我对这个车了解并不多 只是反正我觉得奇瑞 已经踏出一个良好的第一步 至少他愿意开始 开始往这个新能源车走 其实不是件坏事的 那奇瑞开始发力 听说他的现金流是很够的 那不知道到底他发力之后 奇瑞出口方面做 在南美卖的好 当你有现金流的时候 你想做什么不行 所以就这个 这个就看他怎么发力了 有一说一样 这个车咱先不说 他开起来 或者是其他配置怎么样 就单论他这个设计 我觉得没有卫视的样子 我觉得他这个方盒子 设计的非常成功 谁说方盒就一定像卫视 对吧 我觉得挺好看的 对我觉得挺好看的 你说普拉多也是方盒子 对不对 他也没有卫视的样子 对吧 所以说这设计还是很重要的 说到普拉多 他这个已经开启预售了 刚刚就在我们路径前 开了一个线上发布会 47到57万 这个新闻呢 就要跟另外一个咱们国产的 这个坦克700 F40一起聊了 这个也是刚刚上市 他的售价呢 就是咱不说那先定版 就说他出了两个配置 一个是42万8 一个是46万8 那么你觉得这两个车 能不能放在一起比 我们先不讲别的 坦克700 那时候限量版 好像卖七十几万的时候 现场一片沉浸 就大家怎么卖这个价格 但是我觉得他后来这个四十几万 我觉得就比较合理 有一说一 我觉得这个车真好看 外形 那是我不讲 就外形真好看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车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他比较举好看 这我个人观点 你跟六哥的意见相反 我们之前聊了一次 六哥说那车 怎么可能把车设计的这么丑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其实审美就是每个人的不一样 就像领克有人说很丑 但我觉得领克特好看 有人说领克就像蛤蟆 但可能我就比较喜欢这种 有灵有脚的设计 包括之前高和 也有人说他很不好看 但是这种比较特殊的设计 就是好 就是那个什么 机甲风 丑就是机甲龙 怎么突然讲出来 所以就是这种 我觉得这种机甲设计 是我个人特别喜欢 可是我从小看这种什么 你们叫钢弹是吧 我们叫机动弹士 就是我喜欢看这种节目 所以我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你说他跟普拉多比 我就不讲别的点 因为很多普拉多是在 大西北环线做生意的 对不对 那这些车 其实我也问过那些师傅 我说其实我们现在国产车 都做得不错 你为什么不考虑 他跟我讲一句 他说其实在后勤维修方面 你像我在大西北环线 如果现在坏掉了 我在路边一个小店 他随时都普拉多的这些配件 库存的 因为这些车在这边 耕耘太多年了 所以小店都会放他 就算是轮胎 不要说轮胎 这什么保管什么 他都可以马上换掉 但是你说现在坦克来了 除非他的 他这个耕耘的时间够长 或量够大 人家小店 300应该 300应该有了啦 但是你说这种 可能700 你说他一般的店 如果你现在坏在路边 你要拖鱼世界时间500公里 那人家肯定也不干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 时间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了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但是你说什么越野特性什么 我觉得坦克都不会输 坦克 功能性上 配置啊 功能性啊 加速啊 什么的 就是他们发布会上 也提到了很重要 也就是说保值率 他们说 过去三年之前 那个普拉多保值率 在多少 可能说是比较靠前吧 确实这个 就是我查了一下 就比如说有 这个大概 1516年的 这个普拉多 当时买的时候 就比如70家 不就团购吗 大概卖38.5个40万 现在 已经过了有七八年了吧 查了一下 现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卖30 那还可以 所以 将近70多的保值率 但是这个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对手 那这几年他的对手 大家一直出来 你说这保值率往下掉 就是问号 我觉得一定会 这一代 我觉得打个问号吧 我觉得一定会往下掉 肯定还是有一个 这种 你像1718年 谁是他的对手 那我普拉多就是这个市场的王者 但你现在不一样 现在2024年了 你现在车再出来 你后面 比如说坦克 甚至方神豹 他们一直在推出这种 吉普车 你的市场 我觉得很快 他们也会开始蚕食 你的二手车市场的 我觉得一样的 那你就一直往下掉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 然后 就是这个普拉多和坦克700 你们 如果让你们选 你们会选哪个 完全一个价位 我觉得我跟小六 就两个极端 我是700 他是普拉多的 47到57 我估计他最终的售价 可能比他要低几万块钱 低个两三万 所以不用加价的吗 有两个图 就是指导价是什么 然后下边一个小字写 具体成交价 请和4S店经销商商团 打了预防针 说有可能会加价 但是你就是指导价在这 应该加不起来的吧 你这个4S店接受不接受 指导了 可能我觉得现在的加价 现在这种所谓的热门车的加价 可能都会最终像泰拔一样 就是收割第一批那种 始终有钱的粉丝的 就我特别想买 我就想第一批拿 然后我就喜欢这个车 而且我不差钱 就收割这一拨钱 你看现在泰拔还加价吗 那泰拔不优惠吗 对吧 那你不66哥说什么 那你66哥说什么 我是我加价提舒坡的 然后现在我兄弟去 他说好歹加个3000吧 好歹加个3000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怎么说呢 这种合资车的壁垒 需要咱们中国品牌 一步一步去破 对吧 第一步先把你的加价 这个外壳砍掉 然后等下一步 再把你的这个售价再砍掉 然后最后一步 我把你的保值的这个 再砍掉 我说我问你们 你们比较了解 大局现在还加价吗 加啊 大局还是要加价 那阿尔法还要加价吗 阿尔法也加 也还要加 也还要了解 因为这种车 就是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 我觉得这种车 为什么会加价 是因为它是一种 怎么说呢 商业属性是吧 对 它的不仅仅是一辆车了 它是一个社交的属性 它是你的一个入场券 比如说你要跟这些老板做生意 而这些老板都开的是这个 如果你开一辆坦克700 你是进不去这个机会的 我知道 你开马自达 你是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会的 对 这个东西除非 因为当时我第一次去试009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你们这个车 给你们免费送给你们一条 这个营销的这个方法 你们就送给那些顶级的人 就让他们开去高尔夫球场 去谈判 就开这个车去 对 然后让他们来带动下面这些人 就圈子带起来 圈子带起来 对吧 就是他的这种设计 他的那种威严的感觉 是非常适合做这件事 没错 所以说 当然可能也是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我们给建议 他们要不要接受 就个人想法了 对 但是说实话 我是如果让我个人选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普拉多 你喜欢普拉多 对 因为你看是这样 就是首先普拉多也是个方盒子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方盒子 都是这种所谓的 叫什么卫视的长相 然后他设计也很简单 而且他做的是减法 我觉得他的这些 怎么说呢 设计都是很简单的一些 简约的设计 坦克7版是太繁复了 我对于这种繁复的设计 其实不是特别弄 其实你讲还有一个问题 你现在讲我才讲起来 还有一个 就是小毛病跟耐久度 我相信丰田这个绝对是 没问题的 那坦克我就不敢讲了 说真的由一所一 但是我 我还是一个比较严控的 就像我喜欢高又漂亮的 所以我还是会选择我喜欢的 我个人是这样子 我可能不会因为 什么实际什么去放弃 就像我遇到一个女生 她算是各方面的朋友 很适合当老婆 但她长得不是我 才我也没办法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坦克 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电码 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一款 边缘产品 OTA了 这回是把CarPlay什么也续上了 本来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车系 一上市没有CarPlay就挺奇怪的 包括现在福特很多车 也都没有CarPlay 现在终于是面临凉凉的时候 把这给OTA升上了 终于又多了一个卖点 小动心了 但其实说实在的就是 你看老谢就不是iPhone用户 然后CarPlay其实只是在咱们iPhone用户的口碑里 也是比较管用的 但是在非iPhone用户 其实真的觉得这个 无感 对 完全有所谓 但也或许电码的 他们认为他们的使用用户 更多使用iPhone的 或许的我不知道了 就像你那个朋友开那个文件 然后开用iPhone嘛 对一样的意思嘛 就是这个车怎么说呢 就是在现在的这种市场竞争下 然后大家都已经开始往锅里饿的时候 这电码很难的 其实我觉得福特中国的 他今年的策略 我也感觉他在改变的 这我看到 比如他现在在推野马 野马 V8 MASTA 5.018 或者是那些越野车 RANJO BRONCO 我觉得其实这是对的 就是其实说难听的 你福特现在来做这些平民车 其实你是已经跟这些 国产车 对 国产车 都拼不动了 蒙迪欧也凉了吧 蒙迪欧也不行了 其实你是要抓住一些小众市场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说你要抓住 就是其实中国有14亿人 你怎么卖骑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去用你的短板 去撞人家的长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你要把你的所有资源拧成一股 谁因为你的资源就这么多吗 否则中国他再来 应该是要把策略放在这些 有点像玩乐车吗 有点像玩乐车 或者是皮卡上面 这是他的优势吗 那我觉得他或许他 可以再闯出一片天 其实改变一下策略挺好的 而且人家这种跨国车界 人家也有资本 就比如说咱们不看好什么 那个菲亚特内集团 对吧 斯特拉斯 但是你一看人家的利润 在全球又是排第几 因为我们只在中国市场看 只是中国卖路草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风水人物转 对吧 没准在下一个十年 福特又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在中国市场又玩好了 但起码人家现在 有现金流嘛 对吧 全球市场 但我有在想一个问题 现在史特安迪斯 在全球卖的好 是因为中国车企 都还没有全球布局 那会不会中国车企冲出去之后 可能在这构式里 我们在想说 要特安迪斯 所以现在包括欧洲 美国都在防着中国 我刚才看了一个 美国那边有一个议员 说要再加百分之百 现在说已经综合 已经是百分之二十七二五了 你再加百分之百 就是税率要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包括其实在欧洲那边 之前我们 为什么就是卖的不行 其实欧盟也是有税的 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车企 第一站在挪威登陆呢 因为挪威不属欧盟 所以很多车企都在欧盟 而且好像电汤 好像对新能源车是 那个税率特别低的 税率特别低 而且挪威它不像欧盟 肯定是某些政策之间有影响 所以很多小鹏啊 之类都在挪威那边第一站 蓝图 对蓝图 那英国是什么 英国也不是欧盟 英国不是欧盟 所以那个什么 而且说是这个 就这回这个日电话车展 就是那个叫什么 上期那个品牌 明觉 不是不是 那个电动车 刚才R7 贴了一个MG标 在那开始卖 包括我们之前那个 马娃R 在那边也是贴MG标 还是欧洲人比较认MG标 因为MG这欧洲品牌嘛 反向收入 其实你仔细看 就是说能在欧洲卖的好了 要么就是他自己没有汽车品牌 要么就是他的品牌 已经被我们中国收购了 英国现在哪有什么品牌 也都没有了嘛 对 但是你看德国 他 法国 他还有自己的汽车品牌 其实他们一定 这关于他们的名声嘛 一样的 你比如说你让你整个 中国新年冲进来 除非你在我这边建厂 要不然我这些本来 我失业率就在高了 你这些冲进来 我这些工厂工人要怎么办 那这肯定是要处理的了 下一步看看这个小鹏嘛 毕竟他跟大众合作了嘛 还有就是这个领跑 领跑 收购了嘛 看看能不能借用他们的渠道 在欧洲再打开一下 你知道那个事儿吗 就是德国人好多跑过中国进口 埃迪三 我知道 他们去平行镜头去 埃迪三去哪里了 埃迪三全部去欧洲了 中国路上看到没几台 因为为什么从中国买去欧洲 因为中国比较便宜之外 配置还比较高 运过去还有利润 都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这个东西 目前都还是小貌啦 但是你们刚刚说的也对 就是亚特兰迪斯 或者是大众集团 他们跟中国这些新能源车企合作 最后其实也是有点像我们当年 比如说我们当年去跟大众合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技术嘛 然后我们需要我们的渠道嘛 他需要我们的渠道嘛 一样的嘛 所以到最后 就是我相信应该也就是 未来欧洲也会有中国的合资车啦 我觉得大概应该会是这个概念啦 我个人觉得 说完这些具体的车型 那其实还有一个行业的新闻吧 算是 这个现在高和遇到比较困难的状况了 对 然后不是说最近去跟长安堂了吗 好多照片留出来了 对对对 应该是丁总的吧 跟那个长安的那老总一直在聊 有可能被长安给收了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哈 我个人 我看了一下网上都是风向跟舆论 就像你看威蠻那时候倒闭的时候 他算是 也不是倒闭的 就是很困难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他是没有什么 联系或怜悯的感觉 但其实高和在网上的舆论 大部分都觉得挺可惜的 这牌子挺可惜 就知道我微博也发了嘛 我看下面大家评论都是 挺可惜的啊 中国一个这么高端的品牌 相对比较可惜 就更多是惋惜的了 那所以我也是觉得 这个牌子说真的他销量并不高 但是他还是有走出一个 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特色的一个设计 包括他高和Z 高和当时是X 那当然我们就不讲他卖怎么样 但我觉得他还是算是我们 中国设计上还是一些 设计高端的一个代表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那当然我之前听到的是 听说韩国车系想送了 我有听到韩国车系 不过最近证实好像是 长安他想去把它处理下 那当然还是希望 我个人站在 我是一个中国人的感觉 我是希望这个车企可以活下来 毕竟他是代表我们中国的一个 因为他在国外其实很受欢迎的 很多老外的这种博主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运作 就看很多老外那种博主 看到这个都很喜欢啊 怎样讲到 在国外做了很多报道 其实这也是我们 中国汽车文化 对于国外一种输出了 所以他如果真的倒闭 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了 这我个人感觉 那你们怎么样 因为上一期我们聊过高和的这个出现问题的事 我个人对于高和来说 其实我是觉得有点 而且我也确实发现了 这一次高和出现问题之后 在网上的舆论 是一边倒的说挺他 但是 有必定挺他就惋惜了 大家都挺惋惜的这样子 对就是 我是 就是我说实话了 因为我也看他的直播了 那直播我不知道他是一个高和的领导 那个我问了 我问了培训师 培训师的领导 然后就是有点白头发 然后在那说 然后说什么请 如果其他的这个品牌 然后来高和挖人的话 什么的请 善待他们 他们是站着走的 不是逃兵 什么的 不是极客开了一个群吗 你们看到那个 什么极客说 开了一个群 什么高和人才牛肉群 一个一个拉走了吗 但我是觉得 这东西就是一个 资本家运作失败的 一个典型案例 这不存在说什么可怜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值得 我个人可能我的格局不够啊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又又又又上纲上线 说怎么着 又可怜吧 什么又站着走吧 又不是逃兵吗 我觉得这不是很正常的人员流动吗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车企倒闭吗 你你你自己定位在一个高高在上的 且没那么实用的一个车型 然后最后不得已做了一个相对实用的车型 然后还是不行 最终出现问题了 那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 不是说你砸钱说我有多少亿几兆个亿几亿个亿几亿个亿就能砸出来一个劳斯莱斯 那劳斯莱斯是需要这么多年的一直在那儿而且每一代产品 911为什么成功他每一代产品都很高高在上的 且有人认可啊 对还是要有人认啊 对啊 就是我说句话可能我自己是在中国这个环境生活 我有自己试很多车 像我自己是718 4.0的车主 但我到现在没开到啦 但是我也会觉得 我也会觉得说如果现在再让我选 我会去买NG Cypress的 为什么因为以前在我那个可能20年的时候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想买这个车 当然一部分是保值 我觉得这个车以后可能会保值 但是第二个是 那个时候没有其他可以选择 但是我觉得到24年 那很多车子其实都可以取代我们这种国外的这些高兴人 包括就算让你劳斯莱斯好了 我觉得其实国内有很多车子可以取代他 我个人 这是代表我个人 但因为我是一个对品牌无感的人 那我们再讲到高和好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高和 他一直算是我们中国这种高端品牌形象的一个 算是代表吧 但是确实你讲的也没有错 因为品牌是需要时间积累 就像我们先不讲未来车好不好 我论CEO的融资能力 全世界应该没有一个比李老板好了吧 你们认不认同 就每一次都听到未来 钱又来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需要很大很长时间去 你的融资能力需要很强嘛 当然你因为你 你就是因为一直给你钱你才活下来 一直给你钱 包括老师还是兵力不都曾经被人家收购或怎么样 他们才活下来嘛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讲的也没有错 就是资本在运作但你你运作资本能力要够你的品牌才有办法活下来 对啊 那高和这个培训师当然在直播里面讲的他可能也是最后对这些同事喊话 希望说你们就算走了也希望你们能够站着走 不要说好像公司不行了 你们走然后被去别的地方被欺负或许他是这种心态了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了 那他也他不走可能他还是希望跟着丁老板能够继续走下 因为其实我认识几个高和人他们到现在还撑着 他们觉得说我们就是会陪丁老板走到最后 那表示这个老板做人也是成功的嘛 嗯对不对 那我们只能说知道这个老板做人是成功的很多就是说来老板不行了 那大家冰岛湖村那种树岛中人这个都人啥嘛就跑了嘛 抢岛中人推嘛就是这样 但我觉得我这是几个高和的不一定是高成人中成 我听他们在讲他们说我们会陪丁老板这最后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起来 所以我觉得整个想法格局还是不一样 还是说真的我我个人是希望高和他可以真的好好找一个 无论是下家或者找那个投资者啊 那他都可以好好的走下来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嗯好下一个回答几个问题吧 嗯然后就是有一个叫做网名叫做碧落无云 呃 Sparrister 这个人这个就他这个名字就是问的就是乐哥刷地外看到wrx要引进的消息 这个值得冲吗 你看这个名字对吧 你都叫这个网名了 你肯定就是对斯巴鲁是有一定感情的 而且这个前两天的锅上班的时候特兴奋 给我发了一吐了 哎你看这个车就是是官方平行进口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对对对 官方还能平行进口 可以啊 哦这么奇怪的吧 对官方就是呃怎么说就是可能官方对这个车没那么大的没那么强的信心 嗯然后呢相对他平行进口会成本低一些 他就就先小贸一批来 大家先试试看他就对了 官方牵头那种 官方牵头 尤其是在现金的这个大陆市场里 嗯 2.4T 2.4T手动 手动 反正我不会买 我觉得现在还买这个车就真的是除非你真的很有情怀 情怀粉 什么最值钱哪一个卖点最值钱最能要的上价格 对我来讲吧 嗯 我觉得自能驾驶 嗯 对我来讲都有 我这个不好说 没有没有一个特别点 我觉得能特别买 你能掏空吗 但是大部分人不在意 你说支架吧 那些欧死顾的人不喜欢 嗯 你说底盘吧 90%人感知不到 嗯嗯 不是就说你 对于你来说 你觉得这个车哪一个点让你觉得我这钱花最值 我就最愿意为这一点偷钱 对对我来说 我觉得底盘吧 嗯 底盘吧 底盘呢 反正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 为什么我会说自驾 当然第一个我觉得先选外观 我是严控 这我承认 第二个就是自驾 就当你 真的以前我也是 像我开领课 我肯定是对操控很注重的人吗 但是当我开过 M9去了一趟厦门之后 嗯 你就发现你全程像个乘客一样这样做 嗯 你操控重要吗 不重要 你 你你你内饰外观重要吗 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你就束束束束束 像个乘客一样 他把我送到厦门去 然后一路我也不用怎么 就扶着方向满 他就自己这样子跑 嗯 我觉得科技始终来自于 惰性啊 诺基亚说人是一样 我觉得惰性 就当你是一个乘客的时候 其实你对 车什么操控啊 动力有这么多感觉吗 我觉得没有 所以我后来觉得自驾 我不敢说我讲一定对 但多数人来讲 是现在你就像讲 old school 他还没有感受到 但当自驾越来越简单 比如说按一个键 他就比如说你设定导航 我要去哪里 他就自己把你送过去 越来越简易用的时候 我相信这东西 很多人就开始 就像黑莓机 你说黑莓家 我的键盘做得很有质感 嗯 然后你看智能手机 大家说啊 你这个大屏不好啊 怎样怎样怎样 打字不方便 你看瞬间沦陷了 一样的 我觉得这会来 我个人为什么会说自驾 我觉得现在真的 我很重视自驾这一块 就使用过之后 你才知道这有多方便 我觉得是情怀 你还是情怀 对 也是你开MX5 我认同你 不是不是 他的情怀分很多种 你看理想为什么卖的好 其实他也是主打了一个情怀 家呀 他打的是家的这个情怀 对吧 你一想 给我这么多 这个家 好 这是我为他买单的最强劲的理由 对吧 你看 你看就问界 是不是什么情怀 华为的情怀啊 对吧 还有 对 你讲我认同 但我觉得 问界问的好 卖的好 不止只有华为 他还是价格的问题 就华为卖的好 还有一个价格 自驾 都是他卖的好 但你说加这个就是 我买理想 我今天买 我老婆可能反对 我爸妈可能反对 我买什么车 可能谁会反对 我买理想 大家都不会反对 对不对 买那车全家都可以用 你讲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说我跟你说 这是真的是为你下单 最后扣动板机的那一下 一定是你脑子的那 闪过那一下 比如说你从小看 三五车队的拉力赛 说我这辈子一定要拥有一辆 十五车的斯巴鲁 你说什么都没用 你跟我说007加速再快 配置再高 座椅通风 但是我就想要那一抹蓝色 我就想要那2.4T水平对峙 你说什么都没用 如果是这种 就是已经千斤来买 我喜欢的了 就不用讲了 你也不用问了 你也不用质疑了 你就买吧 如果你已经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这样子 就像现在在让我买 虽然我觉得什么自驾方便 可是领克就很吃 很是我喜欢的 那外形 像零五就喜欢 那个六倍 可能我还是会买单 对不对 这个就是每个 就千斤来买 我喜欢 所以说大家在买车之前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情怀点 在哪 就找到你自己的嗨点在哪 然后这个钱花的就是值的 好 然后下一位叫AlanYJ 然后说郭哥你好 又来寻求帮忙了 上次朋友 那个没耗到羊毛 然后暂时 现在反正简单的说 他就是二胎来了 然后又给换车增加了 一个合理的理由 家里日常有五到六个人 逢年及长假 都会经常回老家 每次来回 基本上装满后备箱那种 后备箱也得大 后备箱也得大 还得回老家 还得回老家 大概六七百公里的样子 平时市区也会开开周末 也会周边游什么的 坐标在上海 有什么车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吗 不是只起来车而已吗 要么你就买M9 要么你就蓝图梦想家 要么就 20到30 对 那就M7 要么就理想 M7做不下 我觉得 M9现在最低多少 M9四五十 对不可能 那你就M7 M7或者L8 L8 蓝图有么 三出头 三出头 若你能接到MPV 我觉得蓝图也可以 你考虑看看了 我是推荐MPV 说实在的 SUV你就可以舍弃了 因为你平时五到六个人 然后就要求 有后备箱 那基本SUV就不会满足 为什么推荐你MPV呢 但MPV后卫箱可以吗 其实也是 它大部分都是掏空了嘛 就是掏进去嘛 有很多 至少同价位的七座 就三排吧 三排SUV和同价位的三排MPV乘坐及空间 大概率是MPV更强一些 肯定的 这是一定的 而且你又在上海周边 上海周边六七百公里 基本上也不会遇到什么太烂的路 因为江州户一带的这种发达的程度已经很强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反而觉得广汽的还可以 我也是 广汽M8我觉得还可以 广汽做MPV都是还可以 你这么说 但是要看他那个牌 他有混动的吗 好像有 有 一九 但是他那个 他那个上海现在可以上 那一九可以上新年元吗 上牌自己考虑 他既然敢问 在上海 那就是要么就是开外牌 对吧 你就别上高价 要么你就是自己有牌 对了 我觉得广汽那个车 倒是可以 它的MPV做的还可以 M8 M819 怎么中式M819 我觉得还可以 蓝图也可以考虑 蓝图超过你预算 就没办法 对 所以你们推荐 是买哪种能源形式 是 我就混动了 我一定是混动的 插魂 我觉得现在不买点带电的 确实有点 对对 我会买插魂的 然后我就买插魂的 因为你 你至少我觉得 插魂 就是你也可以纯电使用 你也可以 可以 有家充是最香的 对啊 我觉得其实还是 我觉得到这个年代 你还是要买混动的 比如说20到30 咱们再给人推荐 一奥多赛 就有点 太那种 现在还买 对吧 有点太 没有心意了 所以咱们 但是买那个车干嘛 我搞不懂 虽然我这样讲 对本年 不好意思 但是买那个车干嘛 所以你推荐什么 我刚不讲了吗 你就广汽系的MPV看一下 如果你愿意三次出头的话 我觉得蓝图也还可以 蓝图杀的很低 那个L8可能超点预算 但是现在优惠挺大 接流吧也可以 对 我觉得就是30多一点点 可以看一下L8 理想吗 对 反正理想就是第三排程度 肯定是不如 三排的MPV 这你自己去考虑 对 高三也不错 但是高三超预算 超预算了 所以说这个巧妙的避开了E8 E8是什么 就是广汽的那个 传奇E8嘛 那个奥德赛的平替 我觉得1900和E8我不知道 E8后排相对质感 你要去试一试 我没什么没推荐 因为之前我们试过 它的这个后排确实是 对于家用来说 可能不那么合适 当然有可能满载之后 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也要看它后面 两个是 比如说六到五到六个人 它两个是 如果是很小的小朋友的话 我倒是推荐一台比较冷门 领克09我觉得还可以 当然它后面那两个位置 就没那么好做 领克09第三排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是安全性 各方面操控感受 什么我觉得做的 我倒是觉得领克09 可以考虑看看 但不是最推荐的 就是只我提一嘴 你可以去看一看 就这样子 好 那问题我答完了 然后剩下就是交给老谢 音乐推荐了 毕竟是懂音帝 对吧 全王懂音帝 看看懂音帝平时都听什么歌 其实我跟你讲 我听的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要说听什么歌 就是很多人测音响 都喜欢用弄什么 什么很high five 什么交响乐 什么的 这其实是我跟很多车企工程师 交流之后的结果 就是这些工程师都会假设 我的用务是很高端的 但我说你很简单 你都不用跟我争辩 你把你 你们现在所有车上都有资讯 资料 你把所有车的 你把所有车主 听了前一百名的歌拉出来 我们来做调音 这才是最正确的 就用大家常听的歌来做调音 一拉出来全部都是抖音这个歌 我说你每天在那边用什么high five 什么在那边调 然后最后 人家听的是抖音这个歌 你说你难怪一堆人说你们的音响不好 因为你走向就不一样 就你拿一台F1跑拉利 你不是自己找死吗 所以这也是跟大家 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们平常 你们平常想测试音响 不要再去拿什么渡口也可以 那就是说 你不要再拿那些很high five 很high end 很高兴的歌 其实更多应该是拿你平常自己喜欢听的歌 像抖音这个歌 你们大部分听抖音这个歌 你就把抖音都放下去 如果这个声音让你听起来很舒服的话 那你就 这个就是一套好音响 这是我个人认为 很多人会觉得抖音这个歌很low 但是说难听的音乐是为你服务 你不是为音乐服务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这个也是跟大家稍微分享 不要说我们歌 其实什么歌好听 抖音上最火的 或者是你看那排行榜前十名的 就肯定大家最喜欢的 除去什么打榜 反正大家点最多就是最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跟大家也稍微分享一下 所以老谢这周要给我们推荐一首抖音神曲是吗 对 那么我就还是推荐我的老歌 广东爱情故事 战歌 战歌 我觉得他那个歌相对来讲 为什么会选他是 你当然有很多版本 那我一般会选他是有一个什么什么DJ版的 因为他第一个有鼓嘛 那他那个鼓是有在很多的那种 hi-fi音响上面听过 我有先建立一个 monie的speaker 就是我有一个基准 然后再对比其他的汽车音响 那这个很重要 大家如果要试音响 先去音响店里面试一下 这个歌在这个音响听起来怎么样 再回去你车上听 这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就是 广东爱情故事 其实他很多时候是弹唱的 你一个音响系统有没有感情 其实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 因为有一些太冷静的 这种 他这种弹唱的可能感情度就不够了 这是我推荐给大家的 好吧 好吧 那感谢收看这一期的 更新了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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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合也不回来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